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在一起敬拜赞美神的时候 倘若你再一次的让圣灵充满你 再一次的说出流利的方言 好不好你在留言区就打上三号 三号给我知道你被圣灵大大的充满 如果你是第一次过去 你没有说出方言 过去你没有被圣灵充满说出方言 但是今天早晨 你被圣灵充满说出方言的 好不好你打上二号 那我知道你已经领受到圣灵的恩赐 感谢赞美神 我认为我认为 神的灵充满你 如果今天早晨 如果神的灵充满你 能够能够更新兴满你 能够更新兴满你 然后你能够继续 去祈祷神 在圣灵上的真实上 所以呢 弟兄姐妹 就是圣灵来 就让我们可以流利的来敬拜祂 好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我们一起来翻开 这个十路循传 我要请弟兄姐妹 那如果有的 你就拿你的圣经 放在你的前面 我们要一起来看圣经的经文 好 那我先翻开我们的经文 给我一点时间 那我先翻开我的 这个十路循传第一章先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先从第一节 第一节 那我在这个头影上 我没有打 然后我们就从第一节 读到第五节 这里说呢 提阿菲罗啊 我已经做了前书 这前书呢 就是路加福音 轮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教训 那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卷血的使徒以后呢 被借上身的日子为止 他受害之后的用许多评计 将自己呢 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 然后多少天呢 四十天之久 向他显现 向他显现 讲述神过的事 第四节 我们看头影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 来 一二三 耶稣和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 讲什么呢 吩咐他们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然后说 你们要等候父的应许 就是呢 你们听我讲过的哦 ok on one occasion while he was eating with them he gave them this command to not leave Jerusalem but wait for the gift 那这里讲什么 wait for the gift 中文呢 就是wait for the promise my father promise 那这里呢 中文圣经呢 他就没有呢 把它翻译 那我就是要给弟兄里面看 这里说呢 but wait for for the gift oh my father promise 就是说 你们要等候 不应许给你们的礼物 有没有 不应许给你们的礼物 就是 你们听我讲过的 which you have heard me speak about 那 这个就是呢 特别的哦 这段经 好我们先来看 所以呢 后来耶稣就升天了 像这张图一样升天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这里说什么呢 耶稣就吩咐他们说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 那 然后说你们要等候福的应许 所以我们看到呢 使徒行传第一章 过后呢 很多人信耶稣呢 彼得讲一场道 就是礼拜一 第二章 使徒 这个彼得讲一场道 然后就有好多人信主 然后好多人 就怎么样呢 就受洗了 归入耶稣的名下 然后教会就建立起来 那 弟兄姐妹 教会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 有三样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 我们要学习等候 那等候是基督徒应该学习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因为它是一个美德来的 是一个品格 是个性格 每个基督徒应该学习等候福的耶稣 第一点呢 我们看到耶稣说不要离开 耶稣讲一就一 饿就饿 我们不可以呢 洗完说你叫我们不离开 那我们随便离开一下 没有 所以第一我们看到呢 为什么我们 神要我们等候他 因为呢 有时候呢 神要训练我们 有时候 神要训练我们 我们需要一些训练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需要等候 所以有时候呢 像一个牧师 一个组长 带领的主员 带领的弟兄姐妹 来追求神的时候呢 要成长的时候 那 就好像有时候 我可能去哪里哪里 参加一些牧者会议 可能我带了一些的弟兄姐妹去 一些同工去 那弟兄姐妹可能他们去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带她去 可能我去讲道 我会带一个姐妹 一个弟兄一个姐妹 或者是两个弟兄去去 那么他们不晓得 其实我在训练他们 因为我要给他们去到不同的教会 去学习去看 那看我们怎么样去服事的人 但是可能他们以为说 可能牧师需要司机 可能牧师需要人陪 都不是 我们讲道具 基本上不需要人陪 但是我们叫他们去的也是 因为我们要训练他们 那第二呢 我们等候呢 为什么要学习 因为有需要衡量的成熟度 一个人如果不会等候 一个人如果没有耐心等候 就表示这个人是不成熟的 一个成熟的人 他会很有耐心的 好 有些基督徒 其实我们要训练他们的成熟度 那些人没有耐心 他们不能等待 他们不能等待 因为他们仍然没有耐心 第三 是有需要等候 因为还不是神的时间 这个是我们真的要学习 那有一些基督徒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要我们学习等 一些基督徒 需要等候 那我们看到呢 神工作有祂的时间 所以邀请门徒们等 不要急 你好好等 时间到了 神就会工作 神就会工作 所以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神就会工作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 你越不越学习等候神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说 当我们等了 等了 神的时间到了 When we wait upon the Lord When the right timing come 圣灵就降临了 所以他说 We wi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on you And you will be my witness 那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那你们会怎么样 就得着能力了 所以你看 我们学习等候 等候等候 时间到了 神就工作 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就是 没有耐心等候神的工作 我们等不到神来了 我们自己来咯 等不到神了 自己来咯 打不到神咯 打不到心灵咯 只给你走工作咯 自己来咯 所以自己来怎么样 结果呢 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自己要承担咯 所以你看这些门徒 就等了 终于五瞬节的圣灵 到了 原来 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圣灵降的时候 他就写五瞬节 五瞬节 是一首festival of harvest 就是丰盛的季节 所以耶稣透过这些日子做工 其实他要带出一个意思 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就开始有丰盛了 而且许多人也会因着这样的生命 变过来 所以我们来看 如果我们要成功的话 靠着主成功 第一 我们要学习等候 如果一个人不会学习等候 他就学不到属灵的功课 第二 当等候了 时间到了 你就要开始行动 有些人等 等到圣灵做工了 他还在等 那他也没有名类 有些人等待 等待 等待 聖灵有行动 但他们仍然等待 他们不在乎 聖灵的聖灵 然后我们看 所以 耶稣就说 当你 他还未离开门徒的时候 他就给门徒什么 他给门徒 一个的计划 这是告诉门徒说 你们要去 你们要去 是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但是你们要先等我的圣灵来 你们才做 弟兄姐妹 有一些东西是神要我们等 比方 诗篇二十三篇说什么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切法 对不对 我们都会背 那么 我们常常喜欢用这段经文 我必不知切法 我必不知切法 但是为什么有切法 那问题是 你没有学习 承认耶和华是牧者 当你学习承认耶和华是牧者 那肯定呢 你就不会有切法 所以你有切法 肯定是你没有 承认耶和华是你的牧者 所以他有个前提 你先要等 你等了 神就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神要门徒们进行传福音的计划 必须按照神的行事来工作 而且神做事情 祂很用心的 祂做事情有planning 祂有计划好的 所以你看他什么计划 他说 病要在哪里呢 耶路撒冷 然后呢 在犹太全地 然后到撒玛尼亚 直到地区做我的见证 弟兄姐妹 如果你们有对十足经传有点了解 你会发现 十足经传也是按照这个模式写的 第一章到第七章 里面的故事先讲到 耶路撒冷 然后呢 第二 八章到十二章呢 他才讲到犹太全地跟撒玛尼亚 对不对 然后呢 十三章之后 你看到保罗在大马社 依见耶稣的灵之后呢 他也开始被耶稣护召了 所以他就成为外邦的使徒 然后呢 他们就到地区到小亚西亚去了 好 我们再回来 那么呢 我们从这段经文的翻译 耶路撒冷是指什么 耶路撒冷是当时门徒看得见的城市 这是我们的家 你的眼睛范围可以看得到的范围里面 你要开始在那边成为神的见证 所以 首先 我们要为自己的家人做见证 不但是呢 传福音给他们 那其实呢 自己家里日常的生活的管理呢 也是一种传福音的策略 那你知道吗 有一些传福音不用出声音的 这是我们人常常忽略的 就是你的生命好好活 因为英文说我们就是 A walking Bible 我们就是可以行走的圣经 那人要了解圣经吗 就从你的身上来了解 第二呢 我们看 这是前往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Ded to Judah and Samaria 这是我们的灵神了 这是呢 耶路撒冷的隔壁 就是犹太全地吗 就是撒玛利亚吗 所以呢 你要从你的家分享 你也要向你的邻居 然后呢 我们为自己的家人做见证 是无声的见证 我们活同样的 这个道理呢 也一样的 也要活出来 那我们附近的人 谁是你的灵神 弟兄姐妹 想想 给你十秒想想 那谁是你的灵神 我们天天见到的人咯 不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家人以外 天天见到的人 就是附近的人咯 你的同事啊 你天天去菜市场 买菜的小贩啊 在货店的老板啊 你每个月见的 理法店的师傅啊 你职场的同伴啊 茶茶喝茶 这些都是你的灵神 所以神不当要我们跟这样的传福音 神也要我们跟他们传福音 但是我们能够跟他们传福音的前提是什么 圣灵必须降临在你身上 你先得着冷定先 好 首先 你需要被满满的神 神的灵神 然后 神会把你支撑 你支撑 他 然后 你只能够成为他 好 好 最后呢 就是到 地级的 end 到地线 地线 就是我们看到呢 13章到15章 他们就去了 Asia Minor 去了小亚西亚 然后去到 Greece 去到希腊了 有没有看到16章 到23章 然后到罗马 有没有 去到罗马王 保罗去到那边做见证嘛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 如果应用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等于去到宣教工厂啊 去义文化的地方啊 去柬埔寨啊 越南啊 日本啊 一些地方啊 国内啊 哪里去传福音啊 去做宣教啊 那弟兄姐妹 那 我们有一个迷思 就是很多人常常说 哦 那我们自己教会搞不好 我们还要去传福音 我们还要去开分堂 我们还要做这个 做那个 其实呢 圣经这里没有说 你一定要在耶路撒呢 讲完之后 才可以去到犹大 那这里呢 他是 是同行的 就是说 你一边在耶路撒冷 但是耶路撒冷 你一定要开始 有一个base 你有一个根基的 然后呢 你同时继续的 因为没有一个教会呢 是永远的 就是 就是说我的教会牧养够了 没有 我们教会我们还是要牧养 但是一边牧养 一边带领 所以我们一边向家人传福音 也一边向邻居传福音 也一边向我们更远的 没有认识的人传福音 是 他是同时并行的 就是说 有传耶路撒冷的同时 你也向犹太 全地撒玛尼亚 也同时向DG 好 OK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就来到24到25节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呢 过后呢 就门徒就 12节开始呢 就讲到有一座山 叫干燃山 离开耶路撒冷不远 门徒们呢 他就有讲的那边 有彼得啊 他们就带着他们这位 属灵的母亲 那么他们就在马可罗就开始 同心合一的祷告 等候 既然神教们等候 他们就等了这边祷告 祷告了 但是呢 在祷告当中 他们就想说 因为呢 他们就想起这个犹大嘛 犹大出卖了耶稣 本来耶稣召了12个门徒嘛 然后呢 后来他们讲 我们就少了一个人 那好不好 我们去 再显出一个人来 再显出一个人来 所以呢 24节25节呢 就是这段经文 他说 众人就祷告了 因为他们不懂要怎么显嘛 要怎么做嘛 所以呢 他们就有两个人推荐了 两个人 一个叫巴萨巴 一个就是马提亚 所以他们就开始祷告 所以你看到 教会要成功 教会要显领袖 我们一定要祷告 一定要祷告 这里说 众人就祷告说 主啊 你知道万人的心 求你从两个人中 指明你所简写的是谁 所以呢 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 因为得使徒的位分 不容易哦 那to take over this apostolic ministry with Judah left to go where he belongs 就是这个位分呢 犹太已经抛去了嘛 往他自己去的地方 那么上帝啊 求你为我们 显一个人出来 那所以我们看到呢 如果呢 使徒行传的教会 可以成长得很快 就是使徒们呢 他们承认神的主权 他们不自己显 今天我们显领袖 是显我们自己喜欢的 我们显我们 我们显 我们显 我们认为他很厉害那种 我们就显 但是呢 我们看到呢 使徒们成功 初期教会成功 就是 让上帝来显 因为为什么 因为神知道万人的心 神知道万人的心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 彼得 他是一个 善以冲动 和立即行动的人 那他当然希望 赶快呢 选一个人来代替犹大 然后赶快 赶快被圣灵充猛 继续传福音了 但是呢 彼得和其他门徒 他虽然他很急 但是他还是没有忘记一样东西 就是祷告 因为他看到耶稣 有在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 就去祷告 那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就去到科西玛尼耶 所以 彼得从耶稣的身上学很多东西 耶稣 医治病人的时候 忙的时候 他就退到对岸去 有没有 他就去祷告了 所以彼得也从耶稣的身上学 所以弟兄姐妹 你带门徒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 他们没有学到 他们有学到的 你带领 你是组长 你带领他们 你怎么样认真 你怎么样做些什么事情 你上课 你准时 你做什么 他们都看在眼里 以后他们当你寿主 他们就会笑话你 所以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彼得呢 就以祷告来交托 让上帝决定 结果怎么样 写出了 马提亚 结果写出了马提亚 我们感谢神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复习一下 如果我们要靠主成功呢 第一点是什么 我们要学习等候 对不对 第二呢 如果我们要靠主成功呢 我们就要按照神的计划去行 神教导我们怎么样 我们按照神 神做一二三 我们就跟着一二三 第三呢 就是呢 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让神的主权来掌握 让神来写 让神来做主 好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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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